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中国电影报道,我是李蜜 第十二月二十二号上映的贺岁喜剧《非诚勿扰》日前又爆出了消息 曾经主演过不少逢世爱情喜剧的葛优 这回为了取得美女舒淇的芳心,可要不走寻常路 到底葛优都使用了什么样的招数呢? 别着急,马上先分享 在以往的浪漫爱情电影中,男士求爱的方式可是五花八门 比较经典的有以下几种 首先,最流行的求爱方式,莫过于献上任何女人都难以抵挡的玫瑰花 其次,营造温情默默的二人世界 这种求爱手法也盛行不衰 而最老套,但又最能赢得少女芳心的,则是此地无声,胜有声行 如果说前面的三类算是求爱方式之典范,那么在即将上映的影片《非诚勿扰》中,葛优释出的招数则堪称对经典的完全颠覆 追女友当然少不了吃饭,但法式大餐太老土,咱还是去吃日式料理 吃就吃呗,不行,没点惊喜,那这饭吃得有啥意思 您仔细看看葛优这身打扮,从头到脚可是一水的北海道风格 大美女舒淇哪儿见过这创意,兴奋地喝完了杯中酒 这年头追女友光讲创意还不行,还要讲诚意 只要美女满意,别说扮小丑了,扮个大熊又怎样 您瞧,葛优这说变就变 看着一只可爱的大熊出现在眼前,您猜怎么着 舒大美女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 几招下来,不用多说,舒淇对葛优已经方兮暗许了 可就在这势头一片大好时,葛老师却忽然变招了 您请看这一幕 不知道这是传说中的欲情故纵,还是所谓的巩固革命果实 反正在舒大美女此时怅然若失的心里,对葛优老师恐怕是再难忘怀 那么他们二人的爱情究竟能否结出硕果 我们不说,想必大家心里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吧